你好我是姜妮今天的主題是會閉門比賽嗎? 皇上表示尊重聯盟的決定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3月11號 全世界目前都在防疫大作戰 歐洲已經淪陷了 包括義大利、法國等等都相當嚴重 這也迫使義大利足球聯賽目前是停賽的狀況 西班牙聯賽目前是閉門比賽 也就是沒有觀眾但比賽照比 至於未來會怎麼發展我們不知道 實際上美國目前也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已經有確診案例了 前兩天包括每次足球NBA、足球聯盟 跟美國職棒大聯盟一起發聲明 包括賽後記者訪問球員的距離 以及球員休息是應該要有什麼防疫措施等等 這裡我們要關注的是 這份聲明是四個聯盟一起發 實際上NBA之前就有消息指出 未來可能會閉門比賽 但當下皇上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 他是反對的 皇上表示我打球是為了球迷而打 如果場邊沒有球迷我不會上場 但今天稍早皇上再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時 他表示如果有一天聯盟真的做出這項決定 他會尊重 這裡我想要說的是謝謝皇上 為什麼呢 因為作為聯盟最具人氣 以及影響力的他 如果這個關鍵時刻 選擇跟聯盟站在不同邊 球迷跟媒體也會跟著分兩邊 直白說會很混亂 而防疫應該是要一條心的對保 NBA是一個巨大的商業聯盟 沒有一位老闆想閉門比賽 因為門票收入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所以站在老闆的立場當然不希望閉門比賽 更何況現在又要季後賽了 門票收入是一筆很可觀的金額 但目前疫情相當嚴重 是事實各國都取消大型聚會 包括演唱會球賽等等 進而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即便NBA是一個商業聯盟 他也必須要對球迷跟球員的健康負責 否則一旦疫情確定是經由NBA球賽而感染的 NBA當局不但會有社會責任 而且損失的金額會更多 因為如果走到這一步的話一定是停賽 不過NBA的行銷做得相當成功 所以NBA在全世界的觀看人數相當多 換句話說即便沒有門票收入 但電視轉播的收入還是有的 更重要的是NBA有社會責任 什麼是社會責任呢 一旦美國疫情進入更緊張的狀態時 我相信人們都會窩在家 台灣目前也是這樣 基本上如果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 人們不太會往人多的地方去 我自己常常一個人去看電影 老實說人真的不多 有11場下午的電影場內根本沒有幾個人 也因為如此很多餐廳跟觀光旅遊業 最近都很辛苦 因為沒有人要出門 而當人們都在家的時候 如果NBA或其他之間運動是停賽的狀況時 這對已經看球看幾十年的球迷來說 真的會像是世界末日的狀態 所以NBA不只是要賺錢 他還有社會責任 也就是盡可能的讓一切維持在原本的生活節奏上 這就是NBA的社會責任 目前NBA要進入季后賽了 我自己的看法應該要有閉門比賽的準備了 除非延賽 但老實說這疫情什麼時候會穩定一點沒有人知道 比方說如果原本總冠軍6月就會產生 你延賽變成8月或9月才產生 那10月又要準備新賽季 球員體力可以負荷嗎? 更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 8月9月的時候疫情的狀況會如何對吧 這才是最麻煩的事 所以考慮到賽季順利打完 把損失降到最低 還有社會責任 以及球迷跟球員的健康等等 閉門比賽應該是選項之一了 我必須要說沒有人希望走到這一步 但目前全世界真的都為了這個疫情而努力 至於NBA會不會停賽呢?不是不可能 因為球員的身價動不動就上千萬 說真的這不是開玩笑的 也因為如此NBA官方要更快的做出相關的決定 確保球員是可以健康打球的 這樣才可以把疫情的傷害降到最低 我自己是希望閉門比賽聯盟真的要考慮 而消息指出這兩天聯盟跟各球團也會進行討論 老實說對於皇上後來改口會尊重聯盟最終決定 我給予高度評價 因為職業球員的工作就是打球 而職業歌手就是上台唱歌 不管台下有幾位聽眾 歌手都必須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發揮出來 這才是一位負責任的歌手對吧? 球員當然也是這樣 別忘了全世界有很多球迷都會在家等著看你們的比賽 最後想要說的是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也希望聯盟可以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至於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讓我們輕鬆的點讚吧 好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見片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不錯囉 記得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記得我的頻道給一個事實的鼓勵喔 那就就這樣子囉 我是將你們的簡報啦唷